臉识 握口气 大概中国自古以来这个教学都是不和科学 校替中信不和科学 人与人之间互相尊重 互相敬爱不和科学 科学往前反这些 这世界成什么世界 除私 真心意 不谋其利 这个决定不和科学 科学讲厉害 这儒家讲道义 只要厚乎道义 不问厉害 所以古圣献邪能够学籍为人 对待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这些教会都错了吗 应该是什么 确实 科学教导王是竞争 斗争 战争 永远在争 一辈子在争 到时还争不休 生活在痛苦当中啊 乳 佛 圣贤教育 叫你生活在欢乐之中 生活在安宁之中 但是今天讲安宁 没有人懂得 为什么呢 他从来没有过过安宁的生活 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天能之路 没有了 没有见过 没有听说过 他见到的 听到的就是竞争 斗争 战争 永远要战胜一切 战不胜就失败 哎 这怎么得了 这里是系列公益节目 和谐拯救危机 五年前美国太空总署公布的一个报告 就是讲物质 所以物质是无中生有 先发现这个 它物质不是真正存在 无中生有 那么虽然无中生有生的物质 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 几乎是说生它就灭了 我们常讲生灭同时 用这个来形容它 是很接近 那我们所看到的现在物质现象呢 这是这个现象的相续相 就如同我们看电影 在荧幕里面看画面 那荧幕画面我们晓得 这个电影现在放映的速度 我以前玩过这个小机器 16米的小电影 我喜欢玩这个东西 一秒钟 24张地平 它有两个速度 慢速度是18张地平 一秒钟它就换了24 尽头开关24次了 那么佛告诉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宇宙 这个宇宙它的速度多大 人王经上讲 一坛值 一坛值的六十分之一 叫刹那 叫一刹那 一刹那里面呢 有九百神明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这个坛值要坛速度快一点 特别坛四次 那四乘六十 再乘九百 刚刚好 两个十万八千 换一句话说 二十一万六千次 那也是我们想电影放的 一秒钟放二十一万六千张的读品 你能看出的是假的吗 就变成了一个不动的物质 对对对对 所以物质它不是存在的 所以不是 我们所看的是像许像 完全你看不到的真相 那么佛告诉我们 什么人能看到真相呢 在大乘教里面 八地菩萨 八地菩萨那个定身啊 甚深禅定啊 所以极其短暂的生灭 它能看出来 您的意思也就是说 既然不是永恒不变 一定是有生灭的 对生灭 我想大家都看过电影 影像现前了 你看在眼里 有的时候看着笑 有的时候看着哭 电影有没有过时啊 没有过时 它什么都没有啊 影像 那不是真的人在表演的 那是个影像而已啊 为什么这个影像 就勾引你自己的情绪呢 你就被它所转了 那你太可怜了 它没有过时过时在你自己啊 它不过是影像而已 梦幻泡影 假的不是真的 只有一个萤幕啊 多半是用博布做的 它不是真的人 假的啊 你被它迷惑了 你上岗了 你去齐心动念 你在里面造业 真的明白人 这是梦幻泡影 你知道这个画面是假的 然后晓得 整个世界 这一切全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金刚经》上所讲的 凡数有象皆是虚妄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那么你看到也好 听到也好 你心地清净 如辱不动 一尘不燃 你就入这个境界 入这个境界的人啊 不早已 心地清净此路 那在您看起来 现在科技高度发达 大家相信科学家 那代表了人类最高的智慧 这个最高的智慧 在您看起来 我们人类目前所认识的 整个宇宙的真相 达到百分之多少了呢 没有达到 永远在零那个地方 没有进一步 百分之一都达不到吗 达不到 为什么呢 梁肃明他学佛 他都知道 大臣教里面 讲这个六道里面 六道里面 人的智慧比不上天 天比我们聪明 天有神通 天有武通 路径通没有 其他都有 他能飞行变化了 他能分身 那比我们能力强多了 佛家将的智慧 是将禅定 科学家没有定功 定生会 会才能解决问题 会解决问题是自然的 就是本能 据佛家 一切众生皆由儒来智慧得相 是本能 用不着学 你只要把你障碍去掉 现在心浮气躁 把你的本能完全障碍住 所以科学家是 他没有离开妄想 没有离开分别 没有离开执着 那么换句话说 对于宇宙的真相 他没有办法了解 那如果有一些老师 或者是学生 请教您这个问题 说人类认识的程度 只有百分之一都不到 对 那么崇尚的这个科学 在您看起来是什么呢 佛经里头有科学 有科学 你比如讲佛讲这个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 现在讲太空物理 量子力学 在佛经上全都有 比科学家讲的还相细 还奇妙 科学家讲的微观世界里面 讲的夸可 那么佛给我们讲的时候 夸可里头有世界 这科学家没发现 那个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大 所以进入那个境界之后 没有大小 换一句话说 宇宙之间没有对立 这个人不同 宇宙人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才是你的自信 你的自信原来没有对立 没有对立的时候 你能够贯通宇宙一切 对立是怎么 对立是你的妄想分别 你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 夸可里头有世界 一粒微尘里 竟然还有一个大千世界 谁能理解得了呢 请听下面的朗诵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这位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已经85岁的国际著名物理学家 杨振宁